从今天起我的任务就是吃带鱼 今天炸一下带鱼吃点什么自然带鱼 然后是一会再汇一下吃米饭 然后亲们如果还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跟我说 因为冰箱都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什么鳗鱼墨鱼的做法 在线等了 看这个冰箱里头塞的全都是带鱼 反正伊朗的这种油便宜不用白不用 我的带鱼炸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皮被我给炸开了 然后炸的有点不太好 有点那个碎的感觉 看来回头还得给我爸请教一下视频 我爸炸那个待遇特别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静 现在我公公婆婆呀 还有小姑子她老公 我老公 我女儿都在楼下 因为小姑子那个伤口每天需要清理 她不想让护士来在家了 然后就让我婆婆帮她亲礼 每天晚上都要回过来 今天在楼下一起打了拷呼见了面 然后突然感觉有点想家了 尤其是看见公公婆婆呀 还有小姑子呀 妹夫呀 她们在一起很开心的聊天什么的 这次因为疫情困在伊朗差不多有一年一个月了 这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离开祖国 离开父母家人 因为什么呢 之前是本来是在泰国度假 国内疫情就突然爆发了 然后我跟那个我妈就打电话说 你先不要回来了 反正伊朗再有一个月17年 你先回去 之后 下个星期 然后在那边过个年再回来 哎呀 结果来到这里 就困在这里了 再加上疫情 然后一些货物的损失 算是倾家荡产了 搞得到现在 也没有办法回去了 哎 看见她们玩真的是 自己真的是内心就是 有点羡慕 然后也有点失乐 我就自己默默的跑上来 给自己煮了一碗泡面 然后顺便跟大家 唠唠嗠 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哎 你知道我背后这个那个 煤气灶 大家猜猜有多少年呢 估计大家应该是猜不到 差不多应该有三 快四十年了 因为这个是我婆婆 结婚的时候的嫁妆 因为我们很少时间在伊朗住嘛 之前来的时间短的话 没孩子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是不开火的 就偶尔我会上来煮个东西什么的 或者在楼下 这次时间长了 然后是在楼下做饭不方便 然后就开始用这个灶了 它关键是 它既然真的能用 相信吗 四十年前都没灶 现在还在用 你老人真的是用东西还是 真的是蛮奇怪的 差不多像我婆婆公共楼下的房子 大家也都看到了 三十年前就长这样 到现在沙发柜子床全都没有变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家具真的是 可以用到一辈子的那种 而且如果就是什么 凳子什么椅子都脏了 他们这边修补的能力 也真的是超强 回头的给大家翻一些老照片 让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除了我公婆前几年的时候 可能房子又粉刷了一下墙 但是其他的任何什么灯啊 然后是壁炉呀 呃柜子什么的 全都是展就是以前的 嫁妆到现在都没有换 然后我老公那天还跟我开玩笑 说你看我妈这个头巾 因为我婆婆做饭喜欢在头上 蒙一个那个头巾这样化 没有油烟味什么的 然后她说到现在还在用 然后我看了看七年前的照片 还真是 大家家里边的家具 你们觉得能用多少年 反正我觉得 我的家具故意十年肯定是要更新一遍的 然后电视什么的话三四年 对对我婆婆那个电视是换了的 然后冰箱也没有换 然后我然后是我老公这次的疫情嘛 回来是把冰箱什么的给换了一遍 哎呀真的在这差不多窝了有一年的时候 真的差点给我那个在这边窝一遍了 然后是刚好有人有人找到我说做这个自媒体 然后打发一下时间 现在做了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吧 快三个月了 然后我突然觉得 这个真的是能缓解了我很多 打发了我很多时间 真心的跟大家说一声 感谢你们对小金的喜欢 然后是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事情做 然后是 心里头也没有那么的无聊在这边 感觉犹豫豫的那个心 瞬间收回去了 这一点是真的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之前只是抱着 是不是玩一玩的那个心态去做的 但是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喜欢 感觉是 好像身后有 有一个娘家人那种感觉在支撑着的那种 现在真的是今天有点心情有点低落 然后就想着跟大家坐在这一块 一起聊个天 缓解一下自己的那个 低落的心情 要不我跟大家直播吃面吧 你看我做的面 嗯 河南人真的是 没有一碗面解决不了的问题 然后我还特别爱吃馒头 前一段时间在那个 中国那个餐厅买的馒头 因为我觉得我蒸的馒头 没有他们那个 轿子面蒸出来好吃 差不多每天要啃一个馒头 然后现在又开始啃面 哎什么事入疫情才是个头 什么时候能把今年的贵的钱赚回来 什么时候能回家 吃我的那种刀削面 吃我的麻辣汤 吃我的那个什么凉皮 肉夹馍 哎呀想想真的是 有越想越心思呢 再说一会我就要哭了 哎呀 真的是离开祖国的怀抱 离开家乡 心情 我感觉我这会感觉跟喝多了那种感觉一样 心情真的是莫名的郁闷 跟烦躁 哎算了不能把这个负情绪给带给大家 今天就先 聊到这里吧 回头有时间再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快乐的视频 我是小剑 我是小剑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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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